那么另一方面也是跟杨志良有关的 就是马英九总统将在21号 出访南太平洋六个邦交国 但是全程只有六天六夜 外界质疑这个行程会不会太赶 而外交部长杨靖天今天说 这一次出访是针对各个邦交国 设定访问主题 马总统亲自到访 绝对有助于增进邦宜 那么外交部也透露了 卫生署长杨志良就是确定留任了 那么他被总统邀请一起出访 跟友邦进行在医疗卫生领域方面的交流 马总统近年将第二度出访 目标属定南太平洋六个友邦国 21号出发后 总统专机将先过进美国关岛加油 再访问马沙尔五个半小时后 前往吉里巴斯过夜 而3号则是前往土瓦鲁 散电访问四个半小时后 再前往诺鲁过夜 下一个国家前往所罗门 26号经关岛加油后前往帛琉参访 预计在27号结束访问返国 这次出访虽然被外界质疑时间太短 但外交部亲自澄清 一定对增进友邦的邦仪有帮助 此外这次南太的访问 迎接马总统的车队 也将首度见到台湾国产的智慧车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把我们国产车借由管车的换购 推广到国际间去 让国际间看得到 中华民国的工业发展的水准 杨敬天说明太宜专案 都针对各邦交国设定访问主题 像是马沙尔群道 将提供医疗卫生的合作 规划将借重卫生署长杨志良的专才 也就是说一旦杨志良17号留任 21号就可能随同马总统出访 我们在马沙尔群岛就以医疗卫生合作这个项目 作为我们这次访问的主题 团圆卫生署的部分还没有确定 原规划是署长吗 是的 而过境美国关岛的行程 由于在美国本土境外 加上时程太短只有一个多小时 预料不会有敏感的台美关系一体发酵 建军前五家宝 台北报道